解读微股,去说美股,畅谈港股,欢迎来到知乎者也说财经的频道。 其他,大多数人也反应迟钝,被股票所迷惑了,所以还不如将错就错,就继续股票一把,说说昨天这530印花税当日行情如何去当下的分析。 本来这个问题十分简单,而且本ID一大早七点不到,就发帖子提醒,要在第二、三卖点把仓位减掉,很高兴看到不少人都能发现9点48,那第二类卖点。 注意,为什么同时强调第三类卖点,因为有些特别弱的股票,可能就是一个第三类卖点,大盘的走势是一个平均走势,而且当天比很多个股都强,所以大盘是第二类卖点。 并不意味着,个股是第二类卖点,很多人大概到现在都不明白为什么本ID的理论中要有三类卖点,其实,第二类卖点,除了在小级别转大级别上,比第一类卖点优越,在一些特殊的突发情况下,就是最佳的卖点。 例如这次,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,因为529那天,虽然30分钟明显进入被迟段,但由于当天尾盘是高收的,所以用区间套定理,并不能确认当时就是被迟了,毕竟还有第二天的走势。 而晚上的突发消息,使得这个被迟被立刻确认,这时候,第一类卖点,已经不可能在实际操作中存在,那么,唯一可以进行操作的,只能是第二或第三类卖点。 这,在开盘前,就可以有一个确定,也就是说,一旦大幅度低开,现实的,能被理论完全保证的卖点,就是第二类或第三类卖点。 上图就是昨天走势的一分钟图,缺口,被看成最低级别的,而一分钟以下级别,在一分钟图上,被看成没有内部结构的线段,所以缺口和一分钟以下级别,在一分钟图上是同级别的。 图上绿尖头都指着两个一分钟以下级别的分界点,两相邻绿尖头之间,都是一分钟以下级别的走势类型。 其中B段,看似要形成三个一分钟的中枢,但由于每一个的第三段,其实都是向下倾斜下去的,其实都是第二段向下的一部分,不能算是形成中枢。 昨天走势其实就这么简单,就是五个一分钟以下走势类型的组合。 显然,这第一段的一分钟以下级别走势类型,是以向下缺口的形成构成的,根据第二类卖点的定义,就知道,一旦一个一分钟以下级别的向上过程,不能创新高或背驰,都将构成第二类卖点。 因此,当图中A段走势出现时,一个构成第二类卖点的走势,就当下的形成中,有人可能有疑问,那怎么知道这A段一定构成第二类卖点,而不是直接创新高强烈上升,这很简单,具体的方法和区间套定理是一样的。 就是看A段的内部结构,一旦内部出现背驰,而当时位置没创新高,或与前面走势产生盘整顶背驰,那么就一定是第二类卖点。 在昨天的具体走势中,A段在内部出现上下上的内部结构时,其中的第二段向上明显出现背驰走势,这可以成交量。 或从第一个红箭头所指的MACD绿柱子与后面红柱子,绝对值大小,比较辅助判断。 因此,这个第二类卖点,可以用理论完全明确地确认,一点含糊的地方都不会有。 如果当时当下不能明白,那就要抓紧学习了,因为这个问题确实太简单了。 第二类卖点后,从第二绿箭头开始的B段走势,其力度就要和缺口那一段来对比。 比较MACD上两个红箭头指的绿柱子面积,注意,第二个要把前面的三个小绿柱子面积也加上。 可以看出,即使这个,后者的力度也不大过前者。 由此就知道,B段构成了盘整背驰,也就是后面的反弹,一定回到第一个绿箭头位置之上。 注意,这里是一分钟以下级别的力度对比,只需要比较柱子面积,如果是一分钟级别的,就要同时考虑黄白线回抽零轴的情况。 而后面C段的走势,也证明了这一点。 此外,C段的高点,用C段下方对应的MACD柱子高度对比,不难用背驰的方法判断。 由此,ABC三段就有了重叠,因此就构成了一个一分钟的中枢,区间在4087到4122点。 这就成了直到后面,包括明天走势的最关键地方,究竟是中枢震荡,还是形成第三类买卖点,进而构成更大中枢或趋势,都以此为基准。 而这是被理论所当下严格保证,毫无可以含糊的地方,有些更细致的地方,其实还可以说的。 例如,C段的高点,没有重回比段内部最后一个反弹的起始位置,这并不违反理论。 因为在B段内部,最后一段向下并没有背驰,它的转折,完全是小级别转大级别造成的。 由于级别太小,可以从柱子的缩短参考看出,这自然就不一定能回到最后一个反弹的起始位置。 而在B段内部,从绿柱子,一个比一个面积大,就知道前面的向下都不会形成背驰而是B段结束。 因此就可以当下的等待最后跌破A段低点,形成B段与缺口段的盘整背驰。 这个例子说明,一个大的盘整背驰段的内部结构,完全可以不必有该级别的背驰,完全可以小级别转大级别。 昨天的图上,就有这样一个标准的例子。 实际操作中,第二类卖点后,比断盘整背驰造成的买点,是否要参与回补? 这和你的操作级别有关。 如果是股指期货,这对应的是100点的空间,当然是可以参与的,但由于T加零。 而且现在交易成本提高了,对于股票是否参与,这就与你实际操作的股票有关了,这必须根据自己的情况,灵活处理。 但只要你明白了小级别的情况,大级别的操作是一样的,而且大级别的安全性,可操作性更高,操作的频率也更低而已。 本ID说这里的例子,只是让大家对理论能更清楚的了解。 感谢您的观看,喜欢记得点赞和订阅我们的频道。